这是河南八名死刑犯被枪毙的真实影像 在一众不断求饶的死刑犯当中 这名女子十分的特殊 她高昂着头颅 满脸不屑的说 自己绝对不认同这个判决结果 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改变想法 周围群众也满脸信的 她究竟有什么天大的冤屈呢 时间回到2005年 河南的刑场边挤满了人 群众们的情绪许一个比一个激动 恨不得哭打 中间将这些恶贯满盈的坏人们给活活打死 站在刑场中间的是八名死刑犯 每个人手里都与好几条人命 虽然周围群众的骂声要将天都掀翻了 但他们根本顾不上这种羞辱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死刑犯的表现可不相同 有些人从行车上压界下来的那一刻 就拼命挣扎 脚步死死地拖在地上 希望能够延缓自己死亡的时间 有些人则不断地求饶 希望能够绕自己一面 表示自己已经知道错了 愿意用自己的全部来赎罪 愿意一辈子坐牢也不想被枪毙 也有些穷凶恶街的汉匪 杀别人的时候手起刀落 轮到自己的时候就耸得不行 裤子早已经尿湿了 人生百态 在这一时刻全是得淋漓尽致 但这八位死刑犯中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年轻女子 她一脸不服 称自己的并不是为了活命而狡验 她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罪行 根本不可能被判处死刑 她不服气这个结果 自己才是受害者 中间绝对有猫腻 即使透过镜头 我们依旧能够看到女子的神情 格外冷静 与那些疯狂狡较的亡命之徒 有着非常大的区别 不仅如此 现场的群众也没有人指责她 反而再三三两两地说着她命苦 家人们 说个大事 现在下载西瓜视频 搜索战士解密666参与臭奖 有机会获得华为P50一手机一波 但不管怎么解释 法院的判决已经下来了 并不能因为她的一句话就改变结果 所以她还是被执行枪决了 八个人一次排开整齐地跪在地上 之后子弹就会从他们的头顶穿过去 一轻毙命 从跪在地上的那一刻 这些人就控制不住地拼命颤抖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煎熬 压抑的哭声不断地传出 有少数人虽然极力掩饰的 但突然间尿湿的裤子还是将自己的恐惧暴露了出来 唯独这名女子直到临死前都是满脸带笑 称自己绝不认错 甚至觉得自己动手晚了 应该早就将丈夫告上法庭 不然自己绝对不会落得这个下场 那么她究竟是有如何冤屈 能够过了这么多年还能被人如此关注了呢 这是2005年河南枪决死刑犯的真实场景 在一种拼命求饶的死刑犯中 这名年轻女子显得十分理智 有理有据地称自己的罪行绝对不至于被枪毙 就是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改口 那么她是真的被误判的吗 与一般穷凶极恶的杀人犯不同 王芮芮看起来十分的温和 身上没有什么煞气 事实上 王芮芮本人就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女生 作为家中的幼女 王芮芮从小就在父母的宠爱下长大 长大后的王芮芮外貌也越来越出色 只要出门就能吸引众多人的目光 在洛阳一家工厂上班的她 生活非常的固定 除了上班就是下班回家陪伴父母 出门社交的时候都很少 一开始 父母还非常的开心 觉得自己的女儿乖巧 总是 但渐渐的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因为到了适婚的年龄了 王芮芮却没有一个异性朋友 这让父母非常的发愁 多次劝说王芮芮要出门交朋友 但王芮芮却不将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每天除了上班就是上班 在那个年代 女孩子二十出头就结婚的大有人在 而王芮芮直到三十六岁还没找到对象 周围人不止一个上门给她介绍对象 但王芮芮总说不来电 希望自己能够找一个心灵相通的人 但她又不跟人家接触 怎么能够心灵相通呢 这不就陷入了死循环 周围的闲言碎语险些将王芮芮给淹没 幸好父母了解女儿 只是着急 并没拿找对象这件事为难她 但谁都没有料到王芮芮竟然出意外了 同村的梁某因为游手好闲 家徒四壁 也到了三四十岁都没有找到对象 所以她自然而然的就看上了王芮芮 而王芮芮不仅长得漂亮 自己工作也踏实 怎么可能会看上这种人 所以根本没有搭理她 谁知道梁某静起了胆念 早早地蹲守在草丛中的梁某江夏夜班 独自回家的王芮芮给侵犯了 家人们说个大事 现在下载西瓜视频 搜索战士解忆666参与抽奖 有机会获得华为P50E手机一波 在那个保守的年代 梁某想得非常简单 只要自己跟王芮芮发生了关系 她就必须跟自己结婚了 但王芮芮却不这样想 被侵犯后的她回到家中 洗了一晚上的澡 就拼命地让自己忘记这件事 就在王芮芮以为自己将事情瞒下来的时候 她竟然有了几个月的深夜 这下子事情再也瞒不住了 没办法 王芮芮只能认栽 跟梁某结婚了 父母也不知道内情 还以为王芮芮是在跟梁某交往 结婚的那天 王芮芮直接哭成了个泪人 父母还以为她是不舍的家里 却不知道自家女儿即将遭受怎样的折磨 这是世上最令人心疼的死刑犯 面对死前的最后一个镜头 她不断坚称自己没有错 她才是那个受害者 周围群众也不断地为她求情 但终究是一粒花生米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不仅如此 她死前的一句话感动了无数的国人 她究竟说了什么呢 嫁给强奸了自己凶手 王芮芮只要想起来这件事就恶心地不行 但目已成舟 她改变不了什么 只能不断地给自己洗脑 说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只要孩子好她就不在意 所以婚后不管梁某如何的懒散 堕落不养家 王芮芮都不放在心上 即使到了八九个月 王芮芮还要大着个肚子操持家务 即使脚腐肿的都走不了路 梁某也就当看不见 孩子生下来以后 梁某也不承担当父亲的责任 每天除了喝酒就是打牌 喝醉了就回家打王芮芮 每一次都是独自抱着孩子 在厨房哭作到天亮 就在王芮芮以为自己的生活 一辈子都要继续这样艰难度过的时候 王军出现了 王军是王芮芮工厂的同事 两人性格都十分内内向 所以迟迟没有结婚 是周围人讨论的一类人 在这种环境下 两人自然而然的共同话题就多了一些 可以说 要不是梁某强奸了王芮芮让她怀孕 王芮芮说不定就能跟王军修成正果 婚后的王芮芮许多次都是鼻青脸肿的去上班 王军看了心疼不已 经常帮助王芮芮 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温暖的王芮芮直接哭了 不敢相信还有人会这样对自己好 时间久了 王军也知道了王芮芮的遭遇 两颗孤独的心灵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可靠的王军表示 自己并不是哄她的 是想要跟她过一辈的 就连她的孩子王军也愿意抚养 得到承诺后的王芮芮没有任何犹豫 就回家向梁某提离婚了 但好不容易有了媳妇的梁某 怎么会同意这个要求呢 所以只要王芮芮敢提起这个话题 就对她暴打 要是不改口就将她往死里打 甚至到了后来 即使王芮芮不说话 梁某也会对王芮芮实施家庭暴力 被打得实在受不了的 王芮芮就在梁某的酒里下了毒 然后跟王军一起将其活活给勒死了 家人们说个大事 现在下载西瓜视频 搜索战士解密666参与抽搅 有机会获得华为P50一手机一部 因为两人动手的时候太草率了 所以警方很快就将王芮芮和王军双双逮捕 对于自己杀人的事实 两人都共认不讳 但王芮芮却坚定地认为 梁某罪有应得 她就该得到这个下场 所以警方不应该判她死刑 反而应该感谢她为社会除了一个祸害 但可惜的是 虽然王芮芮的遭遇非常让人同情 但她杀人确实是不变的事实 所以她和王军双双被判处了死刑并执行 善良的记者希望王芮芮能够多讲几句话 在世上留下更多的影像 但王芮芮却说不要公开 不要让自己的孩子看到自己 不希望她因为自己有个杀人犯的母亲而自卑 听到王芮芮的话 周围人又忍不住流下的眼泪 那么你对这个案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踊跃留言哦